今天首先要說的是我們並不是說生同飲食 當然如果看過人的人都知道 你經常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但今天我會說得這麼清楚 因為裡面的話題是會有爭議性的 如果本身有宗教的人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要先說清楚 我並沒有意去得罪任何人 我只不過是將我所知道的和大家分享 聽完之後你自己去做一個評論 你到底保持一個怎樣的態度 我現在想說的是一個比較殘忍的事實 其實不論不僅在人的身體或動物的身體裡面 包括時代 時代默論這件事 印度人 印度教一直都有說 kapa 什麼是kapa呢 就是一個劫 不是桃花劫 什麼財劫 不是那些劫 是一個時間 一段時間 一個單位 佛家最長的劫 叫做柯僧劫 非常長 但是一個柯僧劫裡面有很多個小的劫 如果我用時代默論的角度 他告訴你大約是2500至3000年 OK 我們今時今是多少 2020年 對不對 消息就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是進入了深倫時代 是說這個地球 這個地球 進入了深倫時代 深倫時代是什麼呢 即是說愛的交流 OK 跟著停止議員對立等等 OK 但在你未理解到我想說什麼之前 我先給大家一點歷史背景 OK 好了 大家看看 最原始的宗教 我們在說的是原始人 我常說原始人飲食 原始人時代 大家在拜的是什麼 大家想想 留意一下 日月精神 OK 山川湖泊河流 海洋 拜的就是這些大自然間的東西 大自然 他那時候沒有什麼 沒有素杖 沒有人的視像 OK 因為他relate不到 relate不到 OK 這些大自然的神聖力量 和人的關係 那時候是最原始 底論和什麼有關 和物質和大地有關 所以原始崇拜 明白嗎 OK 好了 我們現在 剛剛進入了森林時代 你退後數一萬年 明白嗎 一萬年前 就是自然崇拜的時代 什麼東西都拜 拜月亮 拜太陽 拜大地 山 海 都拜的 好了 如是者 過了2500至3000年 OK 進入了生殖倫時代 那生殖倫時代是怎樣 開始女神宗教的出現 女神 女神 女神是怎樣 女神就是 古希列的雅典娜 OK 接著 Hera Hera 就是走私 接著 Aphrodite 就是Venus OK 好了 你以為只是 古希列羅馬的女神是這樣的嗎 不是 你留意一下 包括那時印加王朝的Inca Inca Inca 就是馬丘比丘 Malchipichu 在秘魯 OK 他們 講到 Cacao 你知道嗎 今時今日我們吃的可可豆 Cacao 其實X Cacao 是一個女神 Fertility Goddess 很肥很肥 腰對下 屁股很大 就是孕育女神 生育女神 OK 跟著 剛剛我今天出帖子 想試水 看看大家會不會生氣 就是有沒有興趣聽 就是講Ostara Ostara 我現在開個帖子 讀給大家聽 好嗎 OK 這樣就 如果沒見過 今天可以去這個帖子 看到嗎 歷史學家和聖經學者 大多指出 復活節其實是源自於一個異教的節目 就是Esa 其實是來自於日以萬部落 薩克信仁 Saxons 的春婚女神 Ostara OK 好了 它一個日子 跟Spring Equinox 是同一日 這個日子有一個很大的特質 是什麼呢 就是 日和夜是同樣長度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身體裡面的陰陽 武性的力量和副性的力量 是最平衡的日子 一大部份的時間都不是 你不發覺你一直在一邊痛嗎 譬如每次咬到那邊 每次那邊都有事 有些真的很棒 左邊肩膀又痛 左邊頸又痛 然後左邊的卵巢又生水浪 左邊的腳有屈心 全部都跟其中一個方向有關 Ostara主宰的是黎明的光 是光迴到你 OK 它也是主張孕育的女神 這個故事 這個神話裡面 是因為它為了要保護森林裡面 一個在垂死的獵人 他為了保護他 他將他變成兔子和鳥子 OK 這一個就是後來 復活節為什麼會有這個 兔子和鳥子和雞蛋 這些意識形態 是這樣 就是merge了過去 OK 好了 這些都是帶有孕育的意味 因為 Spring Agonox 春分 你想想 以前 我們說春分之前 是日頭短 而夜晚多 OK 去到這一天 是perfect balance 是春 即日夜 同樣長度 這個就是播種的日子 就是孕育 用蛋 用兔子 還有這個神話 OK 而基督教裡面的復活套 最早 其實在十七世紀 德國改革 路德會 才出現 而神學家都認為 其實復活節 和太陽軌跡的改變 是有關係的 OK 所以你說 耶穌死後三天 之後變成復活節 其實是跟本身 異教裡面的這兩樣東西 是重別的 正如 我下一次 不是下一次 去到年尾講 聖誕節 其實就是以前的太陽神節 OK 如果你有興趣聽這些 你就告訴我 那我就可以說多些 我們就好像 Crossover了與世我們 這樣 不會集集都是這樣的 但是 因為我會講 能量、靈性 然後 肉身和情緒 那就可以在靈性和能量 講這一部分 OK 好了 而大家 比如說奇願 各方面 都會選擇這個時候 因為是planting seed OK 在麥倫的角度 其實這一個光 其實是底論的光 紅色的光 所以我們會用紅色的蠟燭 OK 如果我們做一些白魔法的時候 白魔法和黑魔法的分別 我不知道講這裏 會不會扯遠了一點 但是 白魔法其實是用的是 自然間的力量 大自然的力量 和個人的力量 去達致我們心想事成 例如 這個吸引力法則 其實你可以說是白魔法 OK 比如說你去奇願 希望我可以成真 其實都是一種 Affirmation 一種肯定句 肯定自己想要些什麼 然後將它寄望能夠成真 OK 所以 黑魔法就不同了 黑魔法就牽涉一些 第三方的力量 例如是一些亡魂的力量 OK 那個人就不建議大家去到那個位置 OK 然後 我們再講 其實現在 我們想想一下 到底 我們出生之後 其實我們入了一個什麼時代 就是太陽倫時代 就是我的默倫 太陽倫主導 我的時代 這個時代 就出現了什麼呢 公元前一至六世紀 大家留意一下出現了什麼人物 OK 老子 莊子 孔子 耶穌 佛陀 摩一摩德 出現了這六個人 最好當他們做什麼春秋戰國 那些 全部 你留意 全部都是男性 OK 因為為什麼 記得我剛才所說 太陽倫 是非常陽光 非常男性主導 權威 戰爭 對立 衝突 OK 的輪位 這個時候 有一群人出現了之後 發生什麼事 OK 你留意一下 最早出現的 例如 老子 OK 莊子 都還是比較 Melo 溫和派 一些 OK 甚至孔子 他都不是太過 怎麼說 太過 硬正 或者太過 嗯 我想我兩個字眼 Sorry OK 你明白我想說什麼 比較軟 因為他還能接到前面 我們說的生殖倫時代 那種女性力量 女性力量 你想回那個時候 那個時代是怎麼樣 你們有沒有看過 戰狼三百 大家 記不記得裡面那些 女祭司 OK 以前的祭司 都是女性的 絕大部分 有什麼男祭司 不是沒有 但是不是主要 是女祭司為主 OK 例如你看 古埃及 最多人拜的是 哪個神明 Isis OK Isis 當然是他的老公 Osiris 但是 以女性為主 不論橫掛所有宗教 都是以女性文明為主 女性的神明 女性的祭司為主 好了 但後來 一進入了太陽倫時代 尤其去到後期 公元2000年的時候 那就是耶穌難生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呢 你就發覺 因為正式進入了太陽倫時代 就開始 這些東西打得很厲害 因為是二元對立 哼哼聲 因為要爆 大家都在說太陽 之前呢 生殖倫時代那種 女性力量 陰柔 武器社會 氏族 雲南女兒國 那個其實就是太陽 對不起 生殖倫時代 留下來的產物 留意 生殖倫時代 是沒有什麼仗打的 OK 不打仗的 大家都是互相support 大家有很多草藥 大家互相療癒 女性力量 OK 但是呢 好了 之後呢 開始開拖了 就是因為進入了太陽倫時代 喪開 OK 個個都打到PK 打到雲 誰開啟太陽倫時代呢 其實 無毒有偶 我今天都說 我答應你們這個話題 沒有地方會聽到 只有我這裡才會聽到 就是 古埃及呢 有個法老 OK 我想不起他的名字 OK 但我可以找回 他突然之間說 這個世界只有一個神 就是Rama 太陽神 太陽倫 太陽神 你見不見到 OK 整件字不是很奇怪 很spooky 是不是 他被猶太教 更早走出來說 只有一個神 而那個神是男性 因為由頭到尾 自古以來 所有的宗教 都是有男神和女神 而女神是為主的 因為我們的媽媽 是女性 OK 而是女性養大我們 孕育我們 生出來 是女性生我們 餵奶養大我們 臭我們 都是女性 Mother brings us to life Father brings us to the world OK 是兩個概念 好了 但是呢 你發現 由最初比較Mellow的老子 莊子 孔子 到之後 進入了 哇 耶穌出世了 就是施洗者 約翰 耶穌出世之後 出現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十字軍東正 就開始出現 歷史上 可以說是以前少見的 或者是前了未見 OK 要用宗教的名義 去作戰爭 OK 就是以宗教為名的戰爭 是由太陽倫時代開始 就是在二千五三千年前 OK 開始 大家就打到抽筋了 要記住 這個倫為 是男性主導的時候 代表男性的權威 男性的力量 女性是會被扼殺 女性是會被 被 淹沒 那發生什麼事呢 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希臘的萬神殿 OK 下半身呢 都挑好了 就是雅典娜條裙子 希拉條裙子 Precifone條裙子 這樣 但是呢 雕雕去到中間 不覺死了 現在轉不會 啊 不吃澱粉就生酮了 哎呀 我們現在不可以再雕這些了 立刻 上半身雕了聖母 上半身雕了一些 信道者 有的 這是歷史來的 不是騙人 是真事來的 OK 好了 接著你會發覺 寫開古卷也好 或者是 你考古你發覺 其實 大家不要介意 如果是信基督教 一神教的 我只不過講歷史 OK 我講某些神樂家的角度 就是 其實 考古出來 耶和華是有個太太的 Ashterah 你找得回 考古的時候 耶和華旁邊是有個太太 而她有個兒子 就是耶嫂 並不是聖父聖子及聖靈 聖靈是後來被 用來取代母親的 因為太陽論 男性主導 所以她把所有女性 從任何的宗教 你看到 初時天主教 還有聖母的崇拜 後來去到基督教的時候 出現 連聖母也沒有了 你明白嗎 你剛剛進入的時候 你還沒有甩殖論 還有女性的印象 但去到太陽論頂峰的時候 是沒有了 而太陽論頂峰 包括獵巫行動 殺女巫 其實很多 並不是真的女巫 而女巫 也不是 如你們現在認為是害人的 包括五亡星 你看到 你以為是撒旦的頭疼 其實不是 她說的是 必須火風空 大致 那五個元素 還有 那時候 任何用草藥幫人醫病 就把她燒了 就說你是進行無術 OK 這就是太陽論的頂峰時期 非常黑暗的時期 就是獵巫行動 還有 將明明耶和華的妻子 Astera 變成聖靈 還有 就是 後來連聖母的崇拜都沒有了 明明我想說什麼 OK 好了 而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就是 每一個時代的終結 每一個麥倫時代的終結 都會死一大批人 所以現在 太陽論時代的終結 進入深倫時代 就要死一大批人了 我現在說這句話 我知道會得罪很多人 但是 我所知道 我必須要說 不然我的後輪會失的 所以我不會理會 我照說 就是這次 這個瘟疫 是一個大的清洗 是Mother Earth的Purging OK 我知道這樣說 會得罪很多人 但我都要照說 你發覺這次 這個病毒 它特別針對什麼呢 你發覺 還知道最厲害的是什麼 是什麼地方 就是 就是 男性宗教非常興旺的地方 伊朗也是 那你留意一下 意大利 意大利也是 基督文明的 你可以說是法源地 OK 好了 那是不是它針對這些人呢 不是 它是真的做一個大的清洗 就是 之前那種二元對立 男性主導 剛強 力量 獵母 女性的邪惡 你發覺 Women Shaming 即是 女字邊全部都是邪惡的 那些是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2500-3000年前 就是一個華夏文明 是不是 奸 就是 奸搞個奸 OK 然後 全部的壞的自己是女字頭 這一種的女性 Shaming 就是 什麼時候開始 2500-3000年前 就是 太陽倫時代 開始而發生這件事 OK 那這一種的 情況 現在開始變了 所以你看到太陽倫時代 到尾段的時候 開始出現很多 女性 運動 女性主義抬頭 女性運動 我不是 覺得這件事是對的 我只是解釋個現象 給大家聽 就是這件事會出現 是因為 被壓制了太久 太多女毛 我們這些 上面的阿爺阿媽 總有女性是被逼死的 那種的勢力 現在終於可以得到平凡 終於可以抬頭 OK 而發覺 你留意一下 這次為什麼有這麼多宗教會出事 OK 是因為 太陽倫時代結束 進入深倫時代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是去宗教化 OK 是不是覺得很mindboggling 去宗教化 就是接下來 可能到我們老死 我們七八十歲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了 會出現一件事 就是大家反宗教 不再要宗教 不再要大家跟著一本 書 這本是聖經 或者這本是佛經 或者什麼 會越來越去 這件事 OK 而大家會遵從一種 意識形態 即是說 美 善 是怎樣一回事 而不再有一個教皇 一個教宗 一個宗教領袖 這件事是會適美的 所以這次你看到 南韓的新天地教會 意大利 意大利 記住是基督文明的法源地 然後 南韓的新天地教會 是男性主導的 OK 另外還有誰 還有 魚 魚 我突然想不到 伊朗 OK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清洗 將以前太陽倫時代的茶餘 清洗乾淨 不代表說 這個疫情完了之後 所有宗教都沒有了 並不是這樣 但它會一直是一個過程 去除的過程 清洗的過程 OK 所有一神教會逐漸適美 我最近看了一篇 就是 外國多了很多人 去 學習 成為女巫 OK 自然的女巫 白魔法 我們叫做 Green Witch 就是 運用大自然的力量 地水火風空 我經常說的 然後 植物的力量 精油的力量 水晶的力量 OK 因為大家排斥野教文明 所以它選擇 因為對他們來說 他們的主流是基督宗教 他們抗拒這件事 而他們回頭 留意 去崇拜 生食倫時代的宗教 女性 女神的宗教 OK 所以你看到 在太陽倫的末世的時候 發現什麼事呢 就是 女性開始做大解放 脫胸 不剃家底毛 然後 女性開始跑馬拉松 女性要投票 你明白我想說什麼 就是有很多 很liberating的事情去做 以前女人什麼都不行 現在女人什麼都不行 因為去到森林時代 是男女 真的出現一個真正的平等 這種平等 沒有競爭意味的平等 你說 我不相信 這一輩子都不會見到 是啊 因為2500至3000年 而總會有些人 在靈性的媒體 靈性的世界 我們會說什麼 就是揚星 靈魂的揚星 我們的頻率 等等 那你發覺 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件事情 叫做賽斯書 賽就是馬賽 再改一個彩 賽斯詩就是 詩 嗯 奇 根 賽斯書 The Seth material 是七幾年的時候 有一個高等生物 一個高維度 第四、第五、第六次元 我不記得了 的生命體 透過一個人類 去說出來 它說其實它已經在這個 宇宙間存在了不知多久 它說了一些東西 是奠定了後來的New Age Movement 大家留意一件事 New Age這件事 就是由七十幾 就是七幾年代開始 這一群人 就是最早接駁到 接通到 森林時代的人 所以它就不會 拿個神像出來拜 它不需要神像的 它說的是 New Age是什麼 是concept 你明白嗎 因為森林時代就是這樣 就不再有一個神像 放在你面前 你要裝香 所以現在 現在有很多女巫 都是有 放他們供奉的女神 但是你記住 女巫最主要是 供奉女神 它其實是有女神和男神 它說的是平等 不是太陽倫時代 那種是獨磚男性的神 而女性就不見了 還要獵巫 還要殺很多 所以為什麼最早接應到 森林這個圍道的人 就會突破議員對立 突破宗教框架 它會崇拜自然 其實現在西方 沙門 Shamanism 以為會令人有興趣 我看了 美國有一個 ICU的醫生 他自己寫 他寫了一個blog 他說 那晚那個病人 我們打算他可以掛 但我們打算他不能 那晚就走了 怎麼突然之間 家人 說要叫薩滿 來 就想臨時關懷 給他做 薩滿都拿了股 拿出來做完之後 病人起床走了 他说我没有办法用医学解释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去学萨门 萨门倒是一回事 萨门就是超越一切的宗教框架 你和最高的智慧 你喜欢叫他神也好 宇宙也好 他没有男性女性 没有一种形态 你可以直接与他对话 直接与神对话 不需要透过中间人一个代理人 你留意一下 萨门时代的时候 是不是有教宗 有主教 红衣主教 而他们往往会在什么情况里面出现 在政治里面出现 全部都是跟力量有关的 女性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俘容 变成是家当的一部分 This is going to change 但是他那种change 并不是说我们要灭次男人 踩男人 并不是这样 而是未来会达至一个好的平衡 所以你看到我说接驳到的人 就是会into一些新年代的东西 跟你说生命之花 然后还有Mercaba 那些他没有男女的 明白吗 一对突破了二元对立 没有是非黑白光明黑暗 然后男女 没有了这种东西 所以他是一个徒腾 所以他不会把神给你供奉 是意识形态 撒满的力量 是超越所有现有的宗教 因为他最原始 他跟我们是人的本能 透过我们的内在意识 去跟最高的智慧相连 最高的智慧在太阳时代 变成耶和华 耶稣 上帝 也变成了太上老君 但是一个最高的智慧 在生殖灵时代是什么呢 就是雅典娜 还有一个Ishkakao OK 变成了这些女神 接着在底灵时代的时候 它是什么呢 底灵时代就是没有的 就是真正的撒满 因为撒满是最原始的 它是没有任何文化的外衣 它没有包着天后 就是带着奉冠 握着那个玉顷 或者那个牌 没有了这些宗教文化的外衣 它的包装 它就是人最原始 最本能 最纯粹 最赤裸的 跟最高的智慧的相连 那透过什么呢 就是透过你的意识 进入你的意识内在 你有没有留意到呢 进入了太阳伦时代之后的宗教 是不让你们打坐的 耶稣文明 即基督文明 是不让你打坐 不让你做瑜伽的 因为它不需要你有个内在的连结 内在的连结 就是会看穿 这些其实是有个文化 和宗教的外衣 所以为什么 你想想它有宗教代理人 有主教 红衣主教 有教宗教皇的时候 它不想你有个 直接与神对话的能力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不要直接 你不要打坐啊 OK 不行的 这件事 那你留意一下 佛教是什么时候的事 佛教是 泰国就知道 泰国就计算佛历 2500几到尾 2550几 我忘记了 我不想 是那时还在说 它是男性 没错 也是进入了太阳伦 但是呢 它是生殖伦的尾 所以佛教都还在说 男女平等 所有众生平等 但是去到后期 太阳伦 鼎盛时期 你要记住 你在这个时代里面 你就受这个时代影响 正如现在 全世界都是武汉肺炎的时候 中国武汉肺炎的时候 你不能独善忌生的 你想出街吗 你不怕 你想不戴口罩吗 你的朋友都未必会惨你 明白吗 OK 正如 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 是一个全球的现象 所以佛家 即使当初佛陀 是在说 男女平等 众生平等也好 但是去到后来 他育律的鼎盛时期 一样是 全部都是男性的宗教领袖 方丈方丈 and方丈 包括西藏 就是墨宗 都是男性 拧波车为主 四派领袖 都是男性的 但是它 他叫做相对和平 和相对平等的原因 因为他还有佛舞 我们说有空行舞 这些概念 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默律 的状态 我们要知道自己是哪个默律主导 和如何料理我们 照顾我们的默律 是很重要的 可以吗 因为默律时代 影响了所有人类 现在我们试试回头 一万年前 知不知道全书中是哪个文明的存在 大家猜猜猜猜 是哪个 时代的 底论 是一万年前 再上回去 一万二千五百至一万三千年前 那个年代 知不知道是哪个高等文明的存在 走这些 猜猜 猜猜 快点 不要摔波车 快 有没有人猜到 有没有人猜到 猜到出声 OK 看看先 还遭过武汉肺炎 OK 就是 亚特兰提斯 亚特兰提斯 亚特兰提斯之前是哪个 Lemuria Lemuria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Lemuria 和亚特兰提斯 就是在说 是一万至一万三千年前的 高等文明 它们高等到怎么样 水晶 OK 整个亚特兰提斯 是用水晶 Power up Lemuria 再早点 它们是 腦电波沟通 要什么是显化就有 不用有交易 不用买卖 OK 那 为什么 顶鱼是智慧 是神性 是灵性 OK 但是 之后 时间一到 全部化为乌有 那 其实 有一个 我想读给大家看 我快说完了 大家 多忍一会 就是 有一个 我在荷兰的 不懂读 我不懂读 Utrich University OK 那个人 叫做 Durvon Hintzbergen OK 是一个geologist 来的 它发觉 它 published在哪里 The Journal Gondwana Research 它就发现 地中海 OK 在哪里下面呢 意大利 西列 和巴尔干半岛的底部 OK 其实 有一个叫做 Great Andrea 的一个平原 是以前的 消失了的国道 它相信 那个就是 阿特兰提斯 其实就是 直接躲在 西列 意大利 和巴尔干半岛下面 因为它是完全不同的石化层 OK 下次可以讲这个 topic OK 阿特兰提斯 后来不见了 大家也找不到它 不知道它在哪里 但是呢 说多一点点 就是 很出名的Edgar Casey The Sleeping Prophet 一个美国人 他在19 我忘记了多少年的时候 他预言过 Between 1955 和1958年 第五至五六 就是 他们会在 太平洋 还是大西洋 不记得 下面 我下次再读给大家 就会找到 Bermini Walk 而Bermini Walk 就会有 亚特兰提斯的秘密 他也有说过 要通往亚特兰提斯 其实这个秘密 在私生人面像 左手的脚板下面 那考古学家 的确是照顾 私生人面像 左手手板 是真的有一个密室 但是 很可爱的 埃及政府 是不愿意 让人进去 OK 是的 那是一个天大的秘密 OK 所以 这些东西 是很有趣的 OK 而 为什么我们知道 亚特兰提斯的存在 是因为柏拉图 柏拉图 在哪里听到呢 就是在 古埃及的祭司 那里听到 所以是 亚特兰提斯 古埃及 接着到古希列 OK 行不行 清不清楚 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 进入了 这个森林时代 我们现在在 交替的位置 今次武汉肺炎 有没有疫苗 都好 都是会死很多人的 OK 因为就是去宗教化 清洗以前的 男权 斗争 以及 男性主义 唯先 还有所有的权威 包括西医霸权 医学霸权 所有的霸权 都会逐步被清洗干净 OK 刚刚我看到 非常之好的 就是 Leshul就说 马来西亚的武汉 中共武汉肺炎 是在宗教场所发生的 这个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说的 太阳伦时代 结束 最不错是 森林时代 它第一个清洗的 就是 宗教 去宗教化 OK 中共武汉肺炎 OK 好吗 而沙門 会有一个come back 还有 沙門是最原始的宗教 其实它不是宗教 它没有一个宗教外意 因为 没有文化宗教外意 直接进入自己的深层意识里面 去对话 OK 现在现场有一个听众 我不开名 OK 他前天 跟我们说 我这一班人的时候 他跟我们说 他说 我不知为什么塔罗牌 我睡醒就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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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醒就会认识 然后可能周边的人 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认识 这些就是下车 OK 当你能够 进入自己的深层意识的时候 其实你是能够掌握到很多东西的 西方 spiritual的世界 也好 一般人也好 你跟他说download 他们大概都知道是什么 OK 就是一个知识的下载 正如你看到现在世界上 有很多的古文明 你觉得拗头 今次是怎么起的 然后有很多古马牙的力法 是怎么弄出来的 那我们相信就是 其实一直以来 大家只要能够 进入到自己的深层意识里面 都能够 跟到更高维度的智慧 更高维度的生命体 就是沟通而得到知识 OK 不是管理者 譬如我说多一点点 譬如我常说清理 我们说 凌极限清理 凌极限清理 大家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出名 就是因为 修兰博士那时候接管了 夏威夷国立医院 然后里面的精神病人很恐怖 又杀人 又强奸 又中火 而这些 staff 是不敢去巡房 不敢去派药 即是很害怕的 那修兰博士接管了之后 他做了什么呢 就是 每天上班又躲在房间 放工又走 他又不改别人的药 他又不去巡房 他就觉得莫名其妙 他在做什么呢 那原来 后来大家觉得奇怪 为什么病人开始痊愈的 为什么你不用吃又会痊愈的 那都很奇怪 因为病人杀了人 之前都不认 现在就想自首 我想上庭 我想伏化 都觉得瘋 后来问修兰博士 他做了什么呢 他就说他cleanse 他淨化他们 这种淨化就是一种和解的淨化 就是透过那四句话 当然 因为我有一个训练 我有三个训练 是很大抽 可以 有一个是针对健康的 而我想说 就是 而在这方面 你看回修兰博士的师傅 莫娜女士给他那份 其实都是跟你说 不同的意识状态 OK opini 跟着 说 superconsciousness subconsciousness 和你的显意识 不论说 催眠也好 声音治疗也好 煞满也好 凌激限也好 都是在说 不同的意识 OK 你要得到更加超然的智慧 更加 在你这一生不能够掌握 不能够学到的 范围里面的知识 你透过高维度的智慧 都是那一句 泰国人时代 就是耶稣 上帝 耶和华 但是 再之前就是不同的女神 再之前就是撒满 而他有个直接对话 给你一个download 所以为什么会有神龙本草经 你猜真是神龙是一人 真的吃了整个中国所有的药草 已经死了九次 起码 或者九百次 你问我 是一个download he got the download 如果不是我看着一棵东西 我鬼知道他有什么有毒没有毒 我真的不会塞进口 真的死得 以前的古文明 他怎么会起到这么多东西 知道这么多东西 是一种download 因为以前的人会做冥想 会打坐 塞满就是透过鼓声 或者透过植物 帮你进入那个状态 去得到你要得到的资讯 可以吗 例如我之前喝过的死藤水 for instance 有很多这些 现在开班 现在怎么开班 你知道吗 我很想开班 我很想做workshop 你明白吗 好像我最近又读了 又读多了一次催眠 其实我之前读过N.C. 但又读了多一个 我想做一个 前制回数 举例 现在大家戴着口罩 都不敢出门 所以可能 如果有人可以帮我 做online course 我真的非常感动 我只是搞一些默论 也有时间搞 以及讲经络也有时间讲 讲这些东西 你有兴趣的 也可以有时间讲 我是一个白女模 我坦诚 我不介意讲 所以那些人来找我 我都会直接看着他 问他 有什么心愿未了 还有有什么困扰你 我现在 well I came out of my witchy closet 我不介意 我不介意承认 不怕 好多爱你的女王 真的有人爱我 太好了 我在生活路上 不收而且不跌宝 只要你来support 更喜欢你今天的话题 你不跌宝 你来找我 我和你聊半个小时 我不收你钱的 你放心 你来找我 我现在每天下午都在公司 整天都在 你去设计吧 你去我们的桌子就设计了 不收钱 乖 我很开心 下次讲亚特兰提斯 最古老的文件 45万年历史 苏美尔文明 45万年历史 他都是一个个 就是一个默论的 就是这样的轮替 OK 他 survive到多久 还有没有里面的权力更替 一样会有的 OK OK 对了 想喝死盘水 好 喝吧 喝吧 对了 其实zoom 我上课 我上美国的课程 我是用zoom的 但我是上课 我不懂得host 如果大家有兴趣上这些班 班未必是12堂 或者是多少堂 可以是一个个独立的workshop 或者是四堂四堂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们即管给我留言 让我知道 大概有多少人有兴趣 那我就可以研究一下 如何开班 因为我真的是 你知我是科技白痴 如果在座有人科技很厉害 请你拯救一下我 我真的想死 OK 这个疫情可以灭走 清洗地球多小百成的人类 对啊 对啊 而且它称什么人呢 它其实称刚才所说的 太阳轮时代的产物 其实我们全部都是 所以你别觉得自己是幸免 真的戴口罩 勤洗手 避免去多人的地方 最好不要出街 OK 是的 我很喜欢这样做节目 其实我想说粗口 我平时说很多粗口 我不介意诚境 始终有些年纪的人在这里 因为他们不喜欢 所以我才不说 就很辛苦 OK 对啊 而且我现在很舒适 我坐在床上做节目 OK 嗯 给你一些低能的东西 你看我的枕头 看到吗 我的猫枕头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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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呢 譬如精油 我可以开班教大家弄魔法精油 可以教大家弄魔法蠟燭 甚至是弄香也可以 其实 对啊 还有蠟燭仪式 我身边的朋友就知道了 我的朋友就会说 哎呀我最近在宣布一个工作 嗯 你可不可以教我呢 我现在哪一天要点蠟燭 然后我就问 你没有绿色蠟燭啊 哎呀我现在去买啦 对啊 这些我之前的节目都没有讲的 因为我都怕大家害怕的 但其实呢 like I said 嗯 嗯 杀满也好 毛術也好 其实它是有不同的嘛 OK 你 当然你讲的最终色的那些 就是 是控灵的嘛 控制一些灵体去为你服务 那我绝对不是这边的 OK 我是 我是 杀满 我也是一个女巫 但是我是 運用大战的力量 比如草 它叫 Load 64 然后是 矿石 因为你看一下 矿石呢 其实是地球上面 最老的 一种群体 最老的 他们见过了 整个地球的形成 同没有 那些变更 多年来发生所有事 他们知道 they are the silence witness Silent witness 是 当然就是 plant kingdom animal kingdom 是 你等等 我是盧亨西夫 治療 頑劣 並能清洗 固執否 今天很開心 我做多5分鐘 你們不要介意我這麼詳細 我們在說 每個人都是一個電腦 每個人都是一部iPhone 你的iPhone打開是不是這樣 你看看 你的iPhone不是這樣 我和你輸到 你的iPhone跟我一樣 我當你是iPhone 16 iPhone 10 Max Pro 我當你是一模一樣 但你都不會跟我一樣 為何你的Apps不同 你的WhatsApp不同 所以為何你會顯現這樣的問題出來 你知道我本身是佛教的 佛家說得很清楚 病有三種 有身體維和 即地水火風 或者是金木水火土 都可以 不協調的病 這些弱道病除了 很快就康復 例如你今天上去行山 走了六個小時 第二天就康復正常 那你休息兩天就沒事了 第二種病是什麼 就是 因果葉障病 第三種就是冤親債主病 那你跟我說 因果葉障病 和冤親債主病 你會透過吃藥好 不要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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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儘管吃藥開刀 Good luck 你的醫生不知多想 你這樣想 但是 我知道 這是不可能的 如果是冤親債主 冤親債主病 你怎樣吃藥 怎樣開刀 都不會有用 他都會來來去去 因為是冤親債主 你過去傷害國的生命 你明白嗎 So good Good fucking luck 那你要怎樣做 你就要做大和解 做零極限 大抽版 那個elaborated version 那如果你是 因果葉障病 那你要做什麼 你就要做一個大清洗 因果葉障 你看清楚 他可以是家族的 即是 家族創傷遺傳 透過epigenetics 細胞記憶 來到你身體 亦都可以是 我的iPhone 和你的iPhone 不同 但今時今日 你和我都要 trade in 電話的時候 你會做什麼 你會不會就這樣 交給買你電話的那個人 你不會 你會做什麼 reset factory setting 那這個就是 我們所說的大清洗 明白嗎 洗過了program 跟年紀無關 你都可以clear Clear了之後 我上一陣子 當然啦 我唯一不想被人告 我不可以說 是因為我幫他clear完 我cancel不見了 我當然不能這樣說 死了 那我就告訴你 那個人 我沒有見過 本人 我沒有叫他生痛 他也不會生痛 那他只做了這個 Clear了 為什麼你的program 裡面有這種病 我的program沒有這種病 我甲狀腺之前有問題 你有沒有 為什麼有些女生 他經常會尿到鹽 我沒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有些人會生蛇 我沒有 為什麼有些人會有糖尿病 當然跟吃東西有關 就是每個人的program 不同 所以clearing是需要做的 不過是一個能量層面 就是針對因果葉障病 和冤生疾瘀病 OK 但是說到尾 總之你要知道 今次一集我想說的就是 進入了森林時代 是一個大清洗 所以不論伊朗 以及多謝剛才我們這位聽眾 馬拉 還是南韓 還是意大利 都好 都是宗教團體 開始發病 而信教的人 糟糕 昨天你有沒有看到 有一堆人 去了長洲南馬道 整班人不戴口罩 道教團體 我都暈倒了 真的 因為他們沒有這個 默倫時代的清洗淘汰 我覺得現在香港距離爆 是真的很近的 所以我們想辦法消磨時間 我盡量多開一些Live 如果你們想聽的話 但你可能要容忍我會說廢話 因為我都很悶 你明白嗎 給我機會輸發我後輪 如果不是後輪會塞 如果你們想見我 就上Pay預約 都說你預約我半個小時 是不用錢的 就這樣 好嗎 如果想上課 對什麼workshop 有興趣的 我在這裡 在座 有下載的同學 你想上什麼課 你可以在我們群組裡說 不然我怕老師不喜歡 你明白嗎 你說你想成功 明天有沒有人通話 如果有的話 就可以開班班 好不好 拜拜 留言 拜拜 拜拜